在這兩集當中啊 你的腦海裡有浮現什麼景象 有浮現為什麼輕一點的景象 好像大家在看完之後 好像眼淚也都掉了不少 感受應該相當深 這兩集看完 我們可以很深刻的理會到 孝體野者 其為神之本語 一個人道德學問 一個人人道的功夫啊 功頂啊 根基在哪 很相當 還有在對兄弟姐妹的 有愛之心 有愛之心 那我們回想一下這兩集的整個過程 整個景象 召集很多的世人 一起到色神面前開會 諸位老師有沒有記得 有記得 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 這一幕裡面哪一項 影像印象最深 哪一幕 自殺 大的影響到什麼 古代人啊 忠心 古代人啊 不忘時時刻刻 不忘聖賢 對他們的教會 所以 殺生成忍啊 捨生取義啊 有這樣的精神 那可以感動天地啊 可以讓眾人真正 申請敬畏之心 所以古代人 確確實實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在看這些影帶也好 在學習聖賢降會也好 會深深地感受到一點 跟聖賢人的什麼 什麼 具體 距離在哪 在我們的心呢 聖賢人時時刻刻 想到父母 想到兄弟 想到人民 而我們現在的人 念念想到誰啊 對 所以就跟道啊 相偉啊 跟聖賢的距離啊 漸行 漸遠 聖賢人的生活啊 非常踏實 談談 蕩蕩 而當我們每一天都是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時候 人生越走會什麼 越不踏實 越空虛啊 所以我常常說啦 現在的人啊 是盲 盲 盲啊 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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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山上 有一群侨夫啊 每天都是以大财为业 每天就砍完财之后呢 带着财 然后下山去买 然后呢 每天就这样上山下山 维持他虎口 三餐人还可以过得去 就这样呢 过了很多年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侨夫啊 他走到一个树下就坐下来 在那里休息 刚好后面呢 有一个侨夫也走上来 他对着他说 他说走吧 你还坐在这里干啥 这个侨夫呢 回答另外一个侨夫说 让我休息一下吧 我在等我的灵魂啊 跟上来 每天忙忙 不知道在忙什么 自己的灵魂在哪 不知道 他说我们忙来忙去 突然回过神来 啊 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我们的魂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跟上 主位老师 当你流下 非常感动的眼泪 非常忏悔的眼泪 你的灵魂回来了 你开始感受到什么才是做人的真正味道 你开始品尝 所以神啊 确确实实地冷静下来 到底现在自己走的每一步啊 有哪一个方向在走 人生素食寒暑啊 晃一下啊 三年五年就过去了 而人生又有几个 三年跟五年 所以学耳实习之啊 不易悦乎啊 每天不断精进学习的日子 会让你觉得非常充实 而当然这个学习 绝对不是坐在椅子上上课而已 当你把圣贤学问学到之后 都能落实在处世待人当中 落实在你的工作当中 你的内心啊 也会很踏实 也会很充实 所谓实习之啊 这个实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经常 经常 但是十天可以请假一天 对 时时刻刻